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81年9月六号 第一次应该都记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 然后当时来了之后 你是第一次来了就决定要留在泰国吗 对 因为我有整整原因 其实我从小 我们就是一个华侨住家 像说我妈妈 我妈妈是泰国出生的 但是小的时候 我外公就将他带回中国上学 回不回来了 我自己的爷爷也是在泰国的 所以我从小就一直是华侨住家 等着家里我爷爷 我外公寄钱来用 以前叫这个乔批 每个月都有寄钱过去 所以我们还在中国 在我们上头地区 还是上华侨之家 所以我一来从小 我就是支撑董事 就是向往就是去泰国 但是没办法 但是没有人能够来 太宗还没有帮脚 全中国都没有人 可以帮一本护照出来 是吧 都没可能的 81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 我是最早的出来了 当时我只有17多岁 可能还没有18岁 中学也还没有念 高中还没念完就来了 是吧 您当时有一点泰语基础吗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到这里就认真学习泰语 在白天工作网上就读泰文 我读泰文是最多的 是吧 很多 那当时就是 当您决定来到这里扎根泰国之后 在您的事业各方面 刚刚起步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迷茫过 困惑过 那当然有 对这个一般的华侨来 当时新华侨新移民来的 他都不会回去 就是能够办正常的阳期基础 还有得到永久基础 还是有一些都没有基础症 有一些辛苦 他赚500块 哪里哪一天能够 500租的工资哪一天能够 所以办个手续 做真正的泰国永久居民 很难的 所以他们都在努力 都不会回去 但是来了泰国 回去都好像是没面子 不像现在 来了来来去去 以前来了就在这边了 好多 我记得这个30多年前 我每个网上 都会找起一帮老乡 好多来来谈谈 他们每天工作的经验 什么 中国那个时候切住很穷 30多年前 刚刚改革开放 特别是到日本去 让我感觉良多 哎呀 就是这种反差 如果你就这么繁重 我们中国就那么 总有一天 打几个比方 人家拿去一个话筒 就可以唱 他们叫卡拉OK 卡拉OK 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 我们中国只有唱 风荒红 唱国际锅 最少 最多就是在学校 学到的几首 国 南宁湾啊之类的 没有开放 我们 我就想我们中国哪一天能够 你看 现在中国 超过日本 嗯 我们用30年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这15年的发展 对 我们超过人家了 也是我们的这个租老 嗯 现在海外华侨华人的骄傲 您第一份这个工作 或者职业 或者产业是什么 我们家主书生 也是做租保的 哦 所以我来了 就是在我们租保公司 当我当时是管理这个 这个销售的 来购买的 但是我所以我就经常去 日本 啊 西兰卡 啊 缅甸 这些地方 我在八二 八三 八四 就经常去日本 嗯 嗯 有一段时间 还到日本去 降定那个宝石 嗯 加工 哦 宝石降定 您当时从这个珠宝产业 又跨越到了这个文化产业 还创办了一个中文电视台 被称作这个文化传播者 您对这个称号有什么看法 哇 这个我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知好 嗯 因为早在二十年前泰国啊 嗯 乔街啊 都想做一个中文电视台 嗯 大家都想 当时 当时可能 时机还没到 啊 特别我记得 有几个老华侨啊 特别是 陈嘉庚乡生一个侄子 他找过我几次 那是在十多年前 就当时就刚好 我们太宗降教 三十周年 嗯 在中国有一个大活动 我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啊 而且我们去了跟 公公公他啪人其副总理 也是相任的 泰宗友辑主席 嗯 嗯 太宗友 我们到中原电视台去了 参观了中原电视台 每一个 中心 部门中心 拨出中心 最后赞成民财长就跟我们庆祝 强势了一个协议 泰国中央 中共电视台的成立 我们的泰国的青年总商会 由您一手创立 那当时在创立之前的 您的这个创立的初衷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 是一帮人 我们几个当时有几个人 像几个当时老乡 他们比较有知识能力 他们的理念可能走在我前面 像我们现在的秘书长 石磊 我们的民意会的领袭 这帮人我们十多个人 他们就成立这个青年神会 但是青年神会正好 十五年期那个时机很好 新华侨新英过来很多 但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指数 现在的这边的传统社团 大部分都是像中华总商会 潮州会馆 这些九十会馆 他们都是一些老华侨位多 新华侨都很难参与进去 所以大家就直直决定 成立这个会 当时我们的宗旨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宗旨就让后来的 我们两国政府 而且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大江南北 每一个省都对我们光注 光心 因为我们第一 就是持了这个中守泰国的法规法律 第二就是我们追踪太中两国的友好 促进太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公共外交 最重要的是 作为太中两国企业合作 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 但是我们定位定得非常好 第三才是在这里 尽量的为华侨 新华侨新移民 争取我们的权益 合法权益 为他们帮助他们在泰国 这个能够住下来 能够克服一些 他们新华侨新移民 没可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都出面去解决 不论从哪一方面 所以我这些年来 我真的是学习 从社会上学习到一种 这个人际关系 这个人际关系的理论之类 金阳三会 这个功能也碰到很多 就是我们刚成立的时候 太华社会 老一辈华侨 社团对你的看法 因为你是新华侨 新移民 要突然来进入太华社会 特别是主流社会 你要藏进来 不像金阳的 你看金阳我们青阳三会 许多都是在各行各业 走在最强面 特别是太中两国贸易 好多像服装业 钓器业 鞋 鞋子业 还有化工 这些两国的贸易 好多都是通过新华侨 新移民 通过我们青阳三会 这帮企业家来完成 这个两国的贸易 任务 现在很多的 但是当时这帮人 非常辛苦 而且我刚才转回来说 要进入这些传统社团 是我当当我自己带领大家 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说的话 就是我们认真学习 老一辈的刻苦耐劳 倾向创业的精神 我每天都挤着手拜他们 就是哪个老的华侨 哪个桥里对我们有不同意 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理他 我也是按照每一个节目去拜他 将道去拜他 因为泰国人一将面就是用手拜 你一直拜他 一次 两次 三次 五次 哎呀 这帮人不错 我不理他 他还是继续地拜我 这是我的理念 我信念 所以最后我就能拜你这帮人 创出了这个青阳三会这个天象 而且得到泰国老一辈华侨 特别是那一辈成功的老企业家 他们对我们的任何肯定 其实您在泰国是出了名的这个好口碑啊 很多华人啊就是有什么困难都会来找您帮忙怎么的 您觉得就是您的处事之道是怎样的 可以说是30年我自从走上泰国 我就认为老乡同乡 一起里外的新华侨新移民 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 我们只要我们中国会发展 这个我们这些人就有力量了 但是大家都是一口红亮的心对着 爱着祖国 爱着自己的家乡 所以这帮人应该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应该去帮助他们 特别是十多二十年前 每天都有新华侨新移民碰到困难 像移民级抓了 有一些不规范的生意啊 新华侨新移民 他来的时候你对法律法规不大了解 碰上有一些关于警察 一些事物啊 我都会走过去帮他们嘛 当时也不一定是每一种都能够帮忙 有一些都 尽而为 抓了 其实我帮不了忙 他就让他们马上送回去而已 不要再在这里坐牢 很多 也有 不是每一个人都给我放出来 放出来比较多 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多 而且我认识的警察 警队以及社会人士比较多 所以我尽量给他们 解决这些碰到的困难 特别是刚来的一些新华侨新移民 他永远会记住你到今天为止 我们青年社会 两千多个会员 四百多个职位 多少都是跟我二十多年的朋友 我们都是在 不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我们是共同打拼中出来 现在您的家庭事业都已经定在泰国了 但是感觉您还是比较心细故土 经常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企业 等等牵线搭桥 做了很多事情 特别是这几年来 我们更应该做 前几年就 我们为中国和平统一事业 我们为中国和平统一事业 我们努力蓬勃做事 而且希望祖国有和平稳定 才可以发展 一个国家一定要稳定才能发展 所以我们前几年为和平统一工作做了好多 这几年来 真正就是为了推动太宗两国的大合作 企业大合作 友好就不用说了 友好太宗两国就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像我们两个国家一样 不叫邻邦不叫友国了 我们是叫一家人 两国邻邦 叫一家亲 我们在生活一家亲之中 也有出现好多的问题 像我们的新华侨 在泰国碰到一些事情 也是部分的事情 他会讲那些故事来扩大的影响 太宗两国关系之后 我都会去禁止他们 不可以 就是泰国方面 对中国来的新华侨 新移民 特别是游客 在这里有一些不礼貌 发生一痕 不失误 我还要发生一些事情 作为双传 作为故事 我就去跟他们 支持他们 也有一些政府部 我都会找他们领导 不可以这样 像移民局 像那个旅游局 我都会尽量的找他们一些领导 一些跟他们说不可以再国家 因为小小的事情 可能会影响到太宗两国的友好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有些事情 毕竟是很个别的现象 特别是我们中国真正改革 三十五年真正的发展是十多年十五年 这十五年这么快的发展 全世界都没有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 要几十年八十年七十年才能做 我们十多年就这样发展 将周边的国家都对中国有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就用 像你们媒体就是最重要一个 我们青年社会就是桥梁 媒体就是最重要 要中国叫公共外交 去年那个公共外交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会长李绍兴 会长到我这里来 他就跟我说 我们公共外交打得通了 让他们知道了 他们就会佩服我 因为他们还是不足道 像中国周边 我们东盟周边的国家 还是对中国有怀疑 不可以怀疑 是真正的 所以我们谁来说 就是我们说 也就是媒体说 真正的请你们去看 我们现在不是想请你们去投资 想请你们去旅游 去看我们中国发展起来是怎么样 所以世界上对中国要了解 我们正在加快 其实要用好长的时间 因为中国以前那么穷 土壤就变成那么有钱 平常老百姓 好多几年前都 好多还没有吃的 没有吃 现在变成整个国家小康了 谁要吃要吃都有 有福利 是吗 福利保障 所以中国真正的 是国家领导人 这些年来的英明 而且我们新一代领导人 习主席 李克强东 目前在实施 一代一路 吃手之路 不论是文化 不论是经贸 不论是友好 都保存在里面 所以现在你看 任何一个国 都会认真学习 理解这个 这个一代一路 这个精神 我认为这个一代一路 就是我们 从目前啊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走中国 这个 这个跟世界友好的 一个明东 一个明东 也是一个指南针 对 非常感谢李会长 接受我们的策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希望我们的东盟匠师台 越棒越好